劳动友善优良企业奖开炮 创造劳资双赢 2020七夕情人节 8月25号 龙潭湖畔浪漫登场 宜兰监狱太阳能光电动土 落实政府绿林低碳 宜兰河滨公园越野土坡场和法式滚球场 预计在10月可以来启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8月18号的宜兰新闻 新闻开始带你关心的是 劳工和老板的关心 一只是职场生活的管住点 而县府为了提供给劳工朋友 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 也使得劳工生产出好的产品品质 今年度首次举办了劳动友善 优良企业奖的选拔活动 要选出标杆企业来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 是就受礼报名 欢迎县内的企业踊跃来参加 5 4 3 2 1 哇 宜兰县劳动友善 优良企业奖正式开跑 今日在宜兰县民大厅举行仪式 现场同时有中三国小的太古表演 震撼人心的古参带给这个奖项一个好的开始 真是我们这些优良企业 可以对到我们的劳工 可以多加的对于友善 所以今天古板这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找到很好的人材 我们的劳工也找到很好的工作 所以有的优良企业 他会把自己的劳工当作是资产 所以可以来照顾 这样我们的劳工就有这个向心力 共同的拼出宜兰的好生活 共同的拼出宜兰的好企业 跟他的专业 他一生奉献给所有的企业 就是要让企业成长 茁壮 那壮大之后他有一个深圳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所有企业的公司党 可以看出我们的公司的深圳 宜兰县政府 宜兰县县县县厂代理所有的举处长之下 不仅是关心我们所有的县业 甚至有关于劳工 跟我们的企业家的互动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在一起过后 让我们的民众在选择二部就业 或者是在转换工作 还是原本的职场上面 我们都有一个良好 我们都关心 所以透过这次的活动呢 也辛苦了我们的劳工处他们 可以帮我们最选出 我们一些标杆 指标的一些优良企业 让我们每个人都来观摩 和共同来 平衡我们好的一个职场环境 为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和谐的优质工作职场 提升劳动条件与福利 县政府特别于今年度首次举办 宜兰县劳动友善优良企业奖 即日起至9月30日进行评选 分四组来评选 那除了一组是特别奖以外 会分成按照企业的规模大小分成三组 100人以上的还有30到100人 以及30人以下的企业 那即日起到9月30日 我们希望县内的企业 能够踊跃来参加评选 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选拔活动 来选出县内的标杆企业 来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目的是希望藉由这样的选拔活动 最终选出一个标杆企业 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也促使企业家能在疫情蔓延的时候 为员工提供一个友善的职场环境 宜兰县劳动友善优良企业奖 合地宜兰幸福职场在 宜兰县记者赖福新 实习记者江伟毅采访报导 很快的2020宜兰情人节活动 即将在8月25号到29号 要在龙潭湖畔浪漫来登场 内容包括有格马兰公主故事 作为主题所设计的浪漫的登市 和适合有情人共同欣赏的音乐晚会 还有街头艺人表演 以及好物世纪等等 欢迎有情人相约来这里度过情人家节 继2012年之后 今年的宜兰情人节活动 在杜仪师江西龙潭湖来举行 欢迎全国有情人一同来度过一个浪漫的情人夜 安全部分还有我们的这个团医部分 我们都能够齐同并进 希望我们把品质做得最好 所以感谢我们的同仁们 感谢我们的工商流处局长带领的团队 对这一次七七七七人的用心来我们筹划 希望把最好的品质呈现到我们的县里 让大家感觉到新政府 用心来筹划我们的七七七人节 今年搭配龙潭湖的湖中站道 特别设计两座雀桥 分别是唯有真心雀桥 以及爱的光芒雀桥 将在七夕当晚点灯 主办单位也同时推出 两场适合情人共同欣赏的音乐会 要让天下的有情人共度浪漫的夜晚 2020宜兰情人节的活动主要有三大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关环境的灯饰 那这个部分我们透过在地的呂秉承设计师 以格曼然公主的故事 来进行相关灯饰的设计 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浪漫情人节的相关系列活动 那这一个部分主要还是以传统的 七夕流浪之女的故事来进行演绎 包括一个开幕点灯的一个活动 另外我们也配合两场 适合有情人来参加的音乐会 最后还有街头艺人的各种形态的演出 这一个部分是有关活动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是有关好食好物的事集 那这个部分经过大家评审的结果 有一些具有宜兰特色的好食好物 会在现场来展示 我们希望说情人们能够来到现场 参加活动了之后 能够把具有宜兰特色的好食好物带回家 8月25日到29日 主办单位也会推出情人浪漫互动游戏 让情人在保持社交距离 或者是戴口罩的情况下 进行互动游戏 体验爱情无距离 社交有距离的防疫新生活练情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相信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玩过抽钥匙的游戏 而财团法人 智慧科技青年发展建金会 和立委成欧破服务处 共同举办了找回人口 红币倡议女青年生育论坛 来关心生育率的问题 并且要在8月22日到23日要规划爱恋情侣的活动 让男女青年对两性意识有更正确的认识 进而勇敢的生育下一代 财团法人智慧科技青年发展基金会 与立委成欧破服务处在三星添送皮咖啡馆 共同来举办找回人口红利 倡议女青年生育论坛 包括了立委夫人及现议员都出席论坛 关注青年男女的生育率问题 而另外基金会也将在2020年七夕 结合三星相公所和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 在8月22日以及23日 规划真爱奇迹天送幸福爱恋情侣的活动 邀请青年朋友参加来依然抽钥匙 其电动摩托车谈恋爱的活动 22日跟23日在我们三星要来举办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邀请全国各地的青年朋友 来三星做什么 谈恋爱对不对 因为三星非常适合谈恋爱 然后谈恋爱 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可以mage上 找到你最好的一个人生的伙伴之后 就要结婚就要来生育 这也是现在我们面临到的一个人口的危机 生育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目前真的是少子化 那去年度我们整个台湾出生的那个新生儿才18万多 是创立年的新低 那这样如果说长期来下去的话 真的是一个国安的问题 台湾多年以来女性的生育率逐渐降低 财团法人智慧科技青年发展基金会 长期关注台湾青年的发展议题 发现台湾产业最根本的问题 在于人口红利不在 也就是台湾青年的生育率降低问题 就其原因竟然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因此如何让具备生育能力的25岁到35岁年龄层的女性青年 唤起与生俱来独有的生育能力的自觉 并且让男女青年对良性意识有更正确的认识 进而勇敢的来生育下一代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落实着国家绿能低碳的新能源的政策 宜蘭监狱积极推动设计太阳能光电的设施 今天举办了太阳能光电开工动土的仪式 大大提升了监狱的经济效能 并且也可以使宜蘭县成为低碳永续城市的新愿景 若是政府绿能低碳政策 宜蘭监狱今天举行了太阳光电开工典礼仪式 仪式开始之前安排了祥师县瑞表演 讨个好彩头 紧接着举行祭拜祝岛县里 仪式简单隆重 第一层 开工典礼 动土到齐圆满平安 随后来宾们共同资金铲 完成动土典礼 并一起合影留念 宣告宜蘭监狱太阳能光电设备正式动工 我们这个宜蘭建议这一块 它是最主要大概占有9000米 9000平左右 大概29700多平方米 所以将来这一块是我们矫正极关 所有太阳光电是最大的 那我们太阳光电设置以后 其实对我们矫正式来讲也有相当的好处 它除了可以土地火化以外 另外我们的室内降温也可以节能 三行建议 在这个地方 也同时来推动太阳光电的设备 我觉得非常荣幸 事实上我们苏浩港 也是台湾所有港口里面 第一个发展太阳光电设备的一个利能港 所以我们依然县 也积极参与这个推动 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建制 我觉得这个部分 非常感谢安居 这个房总师长能够一起来协助我们推动 宜蘭监狱太阳光电设施总共设置8处 面积9000平 是台湾第20个太阳光电设施 太阳能光电设备建置于防射屋顶 可同时达到隔水、防热及绿能的多层功能 预期屋顶能降温2-3度 为寿星人取得更友善的环境 另外也透过训练 培养寿星人相关技术 投入维护工作 并取得一技之长 以利回归立足社会 我们在核业里面 我们希望应该也会做 这个我们收中人 由光电公司来开班 来开班 然后把我们的收中人信念他的技能 然后将来这一块维护 就由我们同学来负责维护 让他们有一个技能信念 有一个技能将来出去以后 能够平平顺顺的回到社会 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宜蘭监狱太阳能光电设备 预计要在一年内完成1.9千瓦 两年内全速完工 总装置容量为3千瓦 预计一年发电量达3154千度电 每年可减少1605公吨的碳排放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明 时时记者庄一轩采访报道 这里即将要有一个新的运动场所了 这是在教育部体育署的补助之下 宜蘭市公所特别在宜蘭河滨公园的南岸 要设置越远突破场和法式滚球场 目前正在施工当中 市长江冲渊今天特别协同单车发展协会的 李市长等人来到现场了解工程的进度 希望能够在10月如期如值来完工启用 宜蘭和平公园不但有篮球场足球场 而且河堤上还有自行车道 因此施工所特别结合中华民国单车运动发展协会 向中央争取经费 规划建制极限越野土拨场 以及法式滚球场 特别是因为这个的建造有牵测到很多专业问题 那市长魅力很好 然后我们也邀请到了八个国内外的知名的顾问 因为这个设计如果角度不好都会有危险性 或者是一些专业上的问题 那很开心就是我们目前一一都克服了 法式滚球它的简单的规则就是讲 两队的比赛的滚球 谁离目标球比较近谁就获胜 那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规则 所以老少都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球的重量它本身是从650克到800克 土拨场的地点就在宜兴桥的下方 总面积差不多11公顷多 市长江中渊今天特别协同理事长等人到现场了解工程进度 希望能在10月份如期如指完工 并对外开放 顺应我们县内有一些这些运动人口 他们对于越野的使用非常有兴趣 也是宜兰县第一个土拨场的一个设立 所以有很多朋友的关心 在整个流程上面 因为补助款的一些争取 所以到现在才正式开工一个月 我们公企会说在一个月初来完成 等于在9月底来完成整个工程的一个施作 在10月初就可以开放使用 宜兰市不只是旧城不只有文化 在提供这样的场域设置之后 宜兰市不只有文化历史背景之外 还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运动 有旧城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范城市 市长强调这个场地完工之后 不但能成为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的好地方 也能发展老少嫌疑的法式滚球运动 越野土坡长 法式滚球场即将呈现战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接着来关心环境的议题 近期 中文乡南新村村村长叶庆文 向记者反映说 村内有水利沟被断丢垃圾和废弃物 不仅迫害到景观 甚至还有农药空瓶在水沟当中 地方担心是有毒物质来危害到水域 尤其水利沟又是农作物重要的水源 呼吁主管单位尽数来清理 画面中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 竟然是在好山好水的撞为新南地区 在地村长叶庆文表示 这条灌溉用的水利沟 长期被乱丢垃圾跟废弃物 像是有宝特瓶跟保利龙 尤其更严重的是 水沟内还有用过的除草剂农药空瓶 渗出的有毒物质导致鱼类死亡 未来也会连带污染危害农作物 这最毒的除草剂 年年春 那罐子还开到 下去就是营养水浸 你像穿这个 宝特瓶 礼箔包 本属 几包的 这就是会由新南村荣典 以及村庆杖 水粥要吃的 没水 好山好水 很孟治 污染啊 甘贴污染啊 污染那些组物啊 村长叶庆文不满表示 追究污染原因 就是上游最可恶 又没有攻得新的民众 将水粒沟当作垃圾桶 任意乱丢网固環境清洁 尤其經過太陽曝曬後 引發臭味 附近居民才會向村長陳情反映 未來造成這種現象 沒有的東西都放在水高堆 目前我們的環保做得很好 環保車都來到我們的門口 給我們收 支援回收 本索 為什麼說 你有那個時間 拿這個本索扁在高堆 沒有那個時間 全件請收 根據了解 這條水利溝的全責單位是水利會 因此村長希望水利會 負責時常巡視清理 不然這些廢棄物 會流向宜蘭河排向大海 造成另外一個生態污染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實習記者陳雅明採訪報導 目前羅東倉前路地下道封閉 兩個月正在進行節水工程 從五節路往羅東的方向 因為在光榮路口就進行管制 使得交通疏導 造成店家收益是受到影響 而今天縣議員林毅剛前往會刊 要求改善以柔性勸導的方式 讓小客車以及機車 可以從五節路繼續往前行 來到陽明北路口再改道行駛 羅東倉前路地下道為五節 通往市區的主要道路 縣府從8月16號起封閉 兩個月進行路面改善 以及節水工程 而施工單位在通往地下道的五節路 以及光榮路口就進行交管 以導引車輛往兩側的光榮路來行駛 使得光榮路口到地下道之間的五節路段的店家 因為車流量的大減生意受到影響 怨聲連連 線緣林毅剛接貨陳情前往會刊 要求改踩柔性勸導 讓小車及機車可以進入前行到陽明北路口 再來左轉兼顧店家的營業及生計 相關的特殊處理是說在光榮路 就是我們環境道路跟我們五節路的交叉 所在來若新地牽導 讓我們民眾知道 裡面一個時間大洋車輛不要在這裡出入 交車及機車可以一樣 可以在陽明北路這個地方來做出入 以免我們上家做生意受到最大的影響 當然在兩前傷害取其市的政法 讓我們生意可以繼續做 我們民眾出入也一樣 剛才來收拾不方便 這樣兩轉機率 讓我們這個時間可以趕快來減速 入地來完成 會讓我們資源國搶通 我們在南北向 在光榮路那個要撤退到 我們這個五節路三段跟陽明北路這個圍子 這個圍子有一個迴轉道 這次是速通八面都可以通 通到後面去 跟中山路也比較不會打開 比較不會打死 就是說希望我們儀館單位 盡量看到我去監視中央 跟交通部這個鐵路原地交借 因為我們也是有一個好的館長 有好的立委 我們還有在交通處的立法委員 不過由於左轉陽明北路的車輛 恐造成羅東後火車站 羅東轉運站以及中山路平交道車輛用設 交通單位也建立這項措施 只在平日來實施 假日還是疏導車輛往光榮路橋兩側 來行駛避免交通打劫 宜蘭新聞記者 史世銘採訪報導 羅東人和里里長陳俊茂 因併過世 也即將在8月29號要辦理補選作業 因此民進黨經過徵召 由返鄉親嚴曾庭軒來投入補選 並在8月16號成立了競選總部 許多黨內的長輩和同事 紛紛出席、站台立挺 希望爭取更多里內選民的支持 也在8月29號票投曾庭軒 為了協助曾庭軒贏得 仁和里長的補選 幾乎民進黨的黨公職同志 還有支持民眾 共同參與競選總部的成立大會 並且大力宣傳 希望曾庭軒贏得勝選 本回全部有一次 背後數以同 都很方便 هو一個很好的地方 你怎麼知道? 停泉族小孩在路動出生 台北後就回到路動工作 要跟阿嬤做館 回來後發現人家的死亡都很多 就是... 大家都是年輕人都在外面做工作 出來都剩死亡一個人 放到才有回來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 這次保存的機會 為了這次里長補選 民進黨幾乎總動員 而且肯定鄭平軒年紀輕輕 卻返強照顧孝順外婆 從中也體會老人長照的重要 未來將作為重要的政策 不斷推行 決定要回到這裡 就近來照顧到她阿嬤 讓我們所有的事項 看到非常感動 優租可見 一個優好 一個耗損事項的 這個年輕人 未來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理項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阿嬤 你服務這個領域裡面 到底我們有很多 我們這種共同的力量 要來建學 不管是你代表會 我們的代表也有教會 我們的管理會 這個看鄉定的議員 也都有教會 當然 我們有很多好位主委 包括伊利發揮這種的力量 我們剛才看到庭宣說話 要很含蓄 這就代表什麼 中間有一個最熱誠的心 要來保護 人和里長股顯定義8月29號 而根據了解 以投票率四成來看 需要拿下300票以上 才有當選的機會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來關心天氣 明天台灣各地 大多是多雲道勤的好天氣 北部是高溫炎熱 午後西半部地區和其他三區 都有局部短暫震雨 中南部地區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接著來關心的是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宜蘭地區是秦始多雲的天氣情況 將以機率是10% 氣溫是26度到34度之間 接著來關心一夜氣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蘭夏如 感謝你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時間再會